自費疫苗大缺貨 可以說幾乎是一針難求 現在到基層診所想打疫苗 得先填像這樣一張候補單 才打得到 就是只能預約 我沒有辦法給他 看著單子上密密麻麻的 候補名冊 醫師也無奈 因為自費疫苗罕見大缺貨 基層診所今年甚至還首度出現 等下搭飛機排隊 候補等疫苗的窘境 有史以來第一次 一般流感疫苗的時候 說這麼強 那個都要保留給他們的 我就新講的 最近才想說要來打的 那只能說候補 可能至少還有50位在候補 每疫苗原本可以靠預約等下批貨 但看看今年才11月初 自費加上公費已經打了800劑 相較去年打疫苗 人潮多出將近一倍造成大缺貨 下批疫苗恐怕最快 也要11月中才會來 診所不得已只好突發奇想 開出候補名單 還不一定打得到 大家在想說 既然公費流感扣到那麼大的範圍 那麼自費流感的市場 應該會縮小 去年流感也嚴重 所以導致願意打的人很多 所以今年很多醫療院所 自費流感都已經打光了 幼兒園裡成天和小朋友 接觸教保 託餘人員沒列入公費施打範圍 眼看疫苗就要見底 原本4月就應該提出疫苗需求 交易局緊急在9月底 掉了4500劑公費疫苗給幼兒園 但最快紅包也得等到12月中 才打得到 因為他們每一天接觸孩子 然後孩子常常 然後就忘了遮 然後那個細菌就會在空氣中蔓延 那如果說真的未來到12月的話 我在想老師們也會自費先去施打 嫌時間太晚 老師們等不及 只能先打疫苗 抓錯數量 政府急掉想救火 卻是原水救不了近火 介紹我是尤登麗台報道